婚礼当天 肆意按照流程询问新娘 你愿意与眼前这位男士共度一生吗 她沉默了 我代替她开口说道 她不愿意 瞬间整个宴会厅炸过了 随后 我补充了一句 好巧 我也不愿意 婚礼结束后 她却情绪激动地跪在地上求我 祈求我放过她 当柳如烟的手被她父亲放在我的手中时 她的目光挑向了舞台下方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到了陆圆 我的同母一副弟弟 我保持沉默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庄重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柳如烟女士 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陆星和先生为妻 作为她的妻子 承诺永远爱她 照顾她 鼓励她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你们都将不离不弃 共度一生 请问你愿意吗 柳如烟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而是再次将目光投向陆圆身上 思宜重复了一点 柳如烟还是迟迟没有开口 原本热闹的会场陷入了沉寂 我从思宜手中接过话筒 当她回答 她不愿意 我的声音如同一道霹雳 惊醒了柳如烟 她震惊地收回了目光 而全场宾客也发出了一阵怯怯思语 思议迅速反应过来 准备发言试图缓解尴尬的氛围 而我则缓步走下舞台 我来到陆圆身边 无视她双拳已经抓紧的情况 整理了一下她的领带 并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陆圆似乎想到了什么 突然站起身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眼底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慌乱 毕竟今天我是新郎 而她却比我更为得体 虽然陆圆比我矮了半个头 身形也要瘦弱一些 但她正拖不开我抓住她胳膊的舒服 众人惊呼之中 我一路拖着她上了舞台 停在柳如烟身边 整个场面陷入了寂静 柳如烟最先反应过来 焦急地拉住了陆圆 将她护在身后 脸上的厌恶毫不掩饰 而我却仿佛没有看见一样 转身面向所有的宾客 缓缓说道 原本滚动着我和柳如烟的照片的屏幕 突然一闪 再次亮起的是陆圆和柳如烟 在一起的画面 他们牵手于海边 在摩天轮上拥吻 甚至还拍了许多奢华的婚纱照 议论和猜测声充斥着整个会场 我看着正在窃窃私语的宾客 微笑着说道 抱歉各位 如你们所见 今天联姻的主角不是我 而是我的弟弟陆圆 我的举动让柳家失去了面子 柳如烟站在舞台上脸红而赤 而陆圆的脸色更是漆黑如沫 当我爸爸离场时 宾客也纷纷离喜 只留下柳家人低声怒骂 这场联姻没有继续进行 柳家在商界受到了重创 伴随着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柳如烟根本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将他和陆圆的事情公之于众 网上营销号争先报道 我拒绝了柳如烟 让我出面澄清误会的请求 我像平常一样 给我爸汇报公司的经营情况 但没想到陆圆带着柳如烟 回了我们陆家的老宅 管家领他们进来时 我懒散地靠在沙发上 随意扫了他们一眼 陆圆面容暗淡 看不出他心中的真正想法 而柳如烟有些局促地 将手交织在胸前 我爸摆了白手 示意他们坐下 陆圆显然松了口气 柳如烟更是脸色异喜 毫不避讳地坐在陆圆身旁 开始对我表演 心恨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发誓 刚开始我是真心想要嫁给你的 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委屈 似乎想要解释 我不懈地瞥了他一眼 没想到陆圆不愿再忍让 他说 哥我承认我对不起你 但你也不能让我们陆家和柳家 都这么难看吧 爸已经年纪这么大 你知道外面都怎么说我们吗 陆圆满脸愤恨 我情不自禁地挑了挑眉梦 这场景倒像是我抢了他的妻子 而不是他抢了我的妻子 我爸气得猛拍桌子 砰的一声让陆圆整个人打了个寒颤 你还知道他是你哥呀 那你又是怎么敢做出那些破事的 陆圆动了动唇仕途说话 但眼神中充满了无奈 柳如烟看到这一幕 象征性地向一边挪了挪 与陆圆拉开一点距离 我感觉好笑 开始若无其事地打量柳如烟 直到目光停留在他的肚子上 柳如烟迅速捂住肚子 想掩饰事实 我嘲讽地开口说 爸 就算了吧 这场婚改节还是得结 毕竟柳如烟已经怀上了陆圆的孩子 对吧 好弟弟 我的话让柳如烟脸色一阵发白 我爸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差 最终他冷冷地说 不用拿孩子威胁 陆家不承认这个孩子 柳小姐 今天你能走进陆家的廊宅 已经给你面子了 还有陆圆 收起你的小心思 陆家的继承人只有星河 包括陆氏集团 我爸的话语铿锵有力 柳如烟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啪哒啪哒地砸在他的胳膊上 眼中的怨毒一闪而过 陆圆的脸色变得铁青 他紧张地帮柳如烟擦去眼泪 同时怒气腾腾地望向我 我装作没看见 轻拍地一笑我爸的手 示意他冷静下来 见我并不太在意 我爸的神情才渐渐柔和下来 他对两人说 你们可以走了 我爸开始感染 柳如烟自觉尴尬 陆圆也强忍住怒气 两人起身离去 我爸在看向我时心情十分复杂 只得轻叹一声 要不是性下的那女孩走吗 你早就结婚生子了 我的身体一下子僵住 冷冰冰的心开始隐隐作痛 是啊 如果他还在 他会是我的妻子 我们也已经拥有孩子了 我勉强给了我爸一个笑容 让他放心 没走出几步的柳如烟听到对话 脚步顿住 再回头时 远远地与我的目光相交 柳如烟皱了皱眉头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然后他突然睁大了双眼 拉着路员大步离去 我看着柳如烟的背影 勾起嘴角 我知道有些秘密已经藏不住了 从老宅离开后 我独自前往停车场准备开车 刚走几步 柳如烟就出现了 他从后面缓住我的腰 整个人紧贴在我身上 见我终于停下脚步 他绕到我的面前 他的眼眶充满了泪水 脚尖点起 仰着头想要触碰我的嘴唇 混乱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脸颊上 我微微皱了皱眉头 将他一把推开 柳如烟故意亮呛一步摔在地上 他的眼里充满了极度和不敢 星河 我受伤了 他像以前一样露出让我心疼的表情 眼泪更是一颗颗掉落在地上 但那只是过去的事 我勾起嘴角 眼神充满了嘲讽 无声的回忆让萧宇突然暴露 他疯狂地从包里掏出一打照片 用力砸在我的面前 锋利的边缘划破了我的小臂 鲜血流了出来 我仿佛看到了那张 让我夜晚难以忘怀的脸 我蹲下身子 想要把满地的照片捡起来 你不许捡 星河你不许捡 柳如烟一边嘶吼一边 扯着我的胳膊想要阻止我 我充耳不闻 将他一把甩开 大概是我眼中的仇恨太过明显 柳如烟吓得松开了抓着我的手 我一张张地看过照片 再一张张地捡起来 到后来 柳如烟只能颓然蹲在我身边看着我 他哭得哽咽无声 好像他始终都是爱我的样子 我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整理得整齐 轻轻拂去刚刚沾上的尘筒 我一步一步靠近柳如烟 强硬地扼住他的下巴 我笑着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如同凌迟一般 柳如烟 真是遗憾了 你就是不如你姐姐 我和柳如烟是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而相识 那次车祸非常严重 造成了一死一伤 柳如烟是幸运的 她只是轻微擦伤 可不幸去世的是她的姐姐柳烟 我和柳如烟的正式见面 是在柳烟的追悼会上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柳如烟的母亲 那时她满脸泪痕 在追悼会后 柳如烟开始频繁约我见面 我有时赴约有时拒绝 后来 柳如烟捧着一大束鲜艳的玫瑰主动向我表白 我故意拖延不给予回应 直到柳家公司岌岌可危 我倾尽全力扶持柳家 他们趁火打铁提出了零音 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还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甩开柳如烟之后 我开车去了墓园 走进那座墓碑时 我感到胸口越来越沉重 明明昨天才来过 却仿佛又过了一个世纪 逃离婚礼现场后 我去找她了 我带来了她最喜欢的那件婚纱 那是当初我们在一起时 我亲自找知名设计师定制的 就连婚礼现场的布置 也是我们一起商量过 她是那场车祸中去世的柳妍 柳如烟的姐姐 坐在墓碑前 我的手轻轻抹摸着墓碑上的照片 冰冷的感触一直在不断提醒 她已经不在了 柳如烟长相与她姐姐十分相似 但除了长相 柳如烟就真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和柳妍是在国外认识的 那是我按照父母的要求出国深造 专攻财经商馆 她是我的同学 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 正努力弟弟购着书架最上方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为一个女孩心动 柳妍聪明且胆小 她开始变得很依赖我 我们在国外谈了四年恋爱 回国后 她说要带我回家见她母亲和妹妹 出事那天 我们明明约好了 我满怀喜悦地等着她来找我 却等到了她车祸的消息 就在去找我的路上死 我把柳如烟搜集来的照片攀在面前 眼泪终于不禁流淌下来 婚礼前夕 我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关柳妍车祸死亡的证据 但我不敢告诉柳如烟 我静默地凝视着墓碑 直到脑海中再次浮现柳如烟 离开时留下的咄咄逼人的话语 入星河 别自以为了不起 柳家没有你一样可以站稳脚跟 站在行业的顶端 我早就知道柳家安插在我身边的线人 所以柳如烟才能在两个小时内 调查出我和柳妍的关系 并将这些材料丢在我的面前 我一直忍受着他们的小动作 直到路原的突然出现 他找上门自称是我同父异母的弟 我敏锐地察觉到了阴谋的气息 就像一只猫一样观察着老鼠的行动 果然 柳如烟开始与路原频繁来往 而每当我摊开他们私会的证据时 柳如烟总会立刻低头说 星河 路原可是你弟弟 我怎么可能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相信我 我看着那张和柳妍酷似的脸沉默不语 他们早就打好了算盘 他们想要算计的是路氏 算计柳妍 我爸还有我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既然有了新旧恩怨 那就一起算吧 婚礼的事情还是被压了下来 听说砸了不少钱 满屏都是柳如烟和路原的豪门联姻新闻 他们成为了一对绝配 柳如烟还与路原一起四处参加商业晚会 而路原也公开宣称自己是路氏二公子的身份 一时间关于路氏继承人的争议四起 正因如此 路原为柳如烟拉来了不少不错的合作机会 柳家的名声也大为响亮 柳如烟和路原过得风生水起 大批记者开始在我们路氏集团门口蠢蠢欲动 他们想要求证真相 甚至有人直接蹲守在我的家门口 我多次阻止我爸想要澄清的念头 因为不做任何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 我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高耸路云的建筑冷冷发小 从高处坠落的感觉一定很爽 秘书敲响办公室的门 几位长期与路氏合作的前辈满脸愤恨地走了进来 小和 情况怎么样 外面越传越离谱 老路也没有露面 还有那个路原 他还真是你的弟弟啊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这几个人都是我爸的朋友 从小看着我长大 而在一年前 我开始逐渐接触集团业务 见面的机会自然更多了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通过简短的对话交换了重要的信息 柳家盯上了一个新进开发的智能项目 原本以地产开发为主的柳家想要拓展新的领域 但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为了摆脱路氏资金的限制 路原帮助柳如烟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融资 我们举起茶杯 相互对视着微笑 让事情继续发展吧 柳家的新项目迅速取得了发展 进行了多轮融资 融资额高达数十亿 他们的新公司被誉为科技新贵 我看着视频中不断轮播的采访画面 心情舒畅 公司门口的车辆缓缓停下 一男一女从后排走了下来 女人将手插在男人B弯内 恩爱无比 我轻嘴角微微上扬 俯看着他们 终于等到你们了 路原大不留心地走进会议室 身后跟着柳如烟 五个月的运度已经微微隆起 早在我父亲当面告诉路原 不要痴心妄想的那天 路原就正式加入了柳家公司 可能是不愿与我周旋 路原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 他递给我一封信函 我的指截有规律地敲击着桌面 在我眼神试一下 秘书从路原手中接过寒箭 迅速取出公章盖上去 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让柳如烟呼吸一致 你不看看是什么 他的语气带着些许不确定 但我非常确定 一年前 柳家公司动荡不安 陆氏以资金注入 成为柳家公司的大股东 柳家与陆氏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 想要快速解绑 柳家需要陆氏退出股份 我轻笑一声 退股两清 我的话让柳如烟目光一沉 两清 你真的想和我划清界限 柳如烟有些摇晃的站立不稳 显然他完全没意识到 身旁的路原已经紧理双唇 脸色极为难看 柳如烟的话逗得我笑了起来 你这样理解也可以 柳如烟脸上浮现一丝愤怒 他故意靠在路原怀里蹭了蹭 星河啊 你应该看看最近的新闻 最好三四而后行 我当然已经想得很清楚 我吩咐秘书去找柳如烟 算清所有应该清算的事情 柳如烟盖着路原黑着脸离开 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愉快 柳如烟和路原的身价继续水涨船高 在酒会上更成为了众星捧月的存在 当我专注于吧台时 柳如烟从容地走过来 用酒杯轻轻碰了碰我的碑言 发出清脆的声音 酒杯里晃动的红色液体 让我想起那场车祸 满地的血 恍惚间 我又想起了柳妍 柳如烟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一饮而进了杯中的酒 你看 路原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 路家不只有你一个人 我放下被柳如烟触碰过的酒杯 想要离开 星河 柳如烟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 你当初为什么同意和我结婚 我察觉到他努力掩饰声音中的颤抖 目光直视着他和站在他身后 一脸英致的路原 冷冷地开口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和你妈妈所希望的 不是吗 我的目光锐利 几乎能透视他的内心 你知道了 柳如烟向后退了一步 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我摇头表示我一无所知 柳如烟 既然我们的联姻目标已经达成 就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说完我大不离去 当然我知道柳如烟所说的一切 那些该知道的和不该知道的 我都知道了 公司清算结束后 迅速发布了退补声明 我爸也终于出面澄清 那些满天飞的谣言 终于落下帷幕 是的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是我爸 唯一承认的继承人 而路原只是一个亲生父亲 从未提起过的私生子 当然 已经东山再起的柳家 并不在意这些 在当初宣布联姻消息后 柳家已经趁机大赚一笔 只是路原曾经闹过几次 但都被我爸打了出去 总会有一天 你们会求我帮忙的 路原的威胁可笑至极 所以在他们新公司准备上市时 我出手了 老鼠活动久了 就要不时的出来吓唬吓唬他们 陆氏开始对柳家公司 进行疯狂打压 我的行动就像是一把火 直接点燃之前 与路原初步达成意向的投资方 他们全部转向了我们这边 资金链断裂导致了 路原新一轮融资的失败 而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 和市场推广都需要巨额资金 一时间 柳家的科技公司遭受重创 不仅如此 柳家之前从我们手中 夺走的几个地产项目 也停满工程 原本还洋洋得意的柳如烟 也感到了慌慌 他难得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但我全部拒绝 无奈之下 柳如烟挺着肚子来找我 甚至扬言要利用我爸 婚内出轨和路原市私生子的事 来威胁我 我只跟他说了好字为之四的字 在他们找媒体曝光我爸的事之前 柳家的科技公司就已经彻底完蛋了 由于资金紧张 柳如烟私自挪用了柳氏集团的资金 注入到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这一事件被内部人员揭发 尽管柳家没有予以证实 但多家投资机构还是约谈了他们 柳家的科技公司受到了严重质疑 一时无暇顾及其他 整个商界和科技界对柳如烟都是嘲讽的表情 他们宣传片中伪造了技术创新 核心技术人员更涉嫌资料伪造 他们的项目被贴上伪科技的标签 最终柳如烟和路原无法承受资金和技术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转瞬间从鼎盛走向衰落 科技公司彻底破产 他们的名声也狼藉不堪 而没有路视的支持 柳家原本的生意也出现了问题 再加上柳如烟之前挪用了大量的公款 如今早已是力不从心 我的胸口感到无端的闷痛 我去找了柳妍 深夜的风呼啸而过 我紧紧裹着身上的大衣坐在萧染的墓碑前 狂灌着酒 试图麻痹自己 柳妍生前的愿望是 希望柳如烟能够打理好柳家生意 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和柳妍背道而驰 但我从不后悔 我这么絮絮叨叨了一整夜 直到天边泛起白色的曙光 恍惚间 我仿佛看到了柳妍 她的眼中充满了心疼和失望 她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 我就知道她会怪我 否则她怎么会一年多都没有来看我 但是今天 她来了 我面色苍白地在半空中虚无地抓了又抓 最终跌坐在地上痛哭不如 柳妍你会怪我的吗 别怪我好吗 实际上 我第一次听说柳如烟并不是在车祸后 而是从柳妍口中得知的 我们在一起后 她也会提起她的妈妈夏莲和妹妹柳如烟 只有在这些时刻 我才能看到萧冉除了对我之外的柔情 我想她一定非常爱她的家人 她曾说她妈妈的生活很不容易 因为她的亲生父亲早逝 夏莲不得不带着柳妍嫁给年过半本来 也就是柳如烟的父亲 后来柳如烟的父亲也去世 留下了柳家一团糟的局面 夏莲不仅要经营柳家的生意 还要照顾他们姐妹 柳妍努力学习的同时也帮助夏莲打理公司 直到后来 夏莲让她出过身脏 与此同时 我结束了海外学业回国 柳家的公司遇到了困难 担心夏莲的柳妍也一起回来了回国后 我接手了入室 而柳妍一直在柳如烟身边耐心地指导着她 我们都没有想到 她竟会因此丧命 我坐在地上 眺望着夜幕中布满星星的天空 我的心脏剧烈地收缩疼痛着 我不仅为柳妍的离去而痛苦 还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而痛苦 柳妍的死不是意外 当天柳如烟在车上与柳妍发生争执 她发疯地试图抢柳妍手中的方向盘 可没有人注意到一辆卡车正朝他们的方向飞驰而来 如果不是柳妍在最后一刻勇敢地转动方向盘 掉转了车头 那么死的应该是柳如烟 事故发生后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 等我赶到时 整个现场已经血淋淋的 我仿佛浑身被倾满了签 几乎无法动弹 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感觉到柳妍的气息变得越来越微弱 但我却找不到她的踪影 等我赶到医院时 她已经被宣告死亡送往停尸房 经过病房门口时 我看到了夏莲在病床前对着她的女儿嘘寒问暖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还看到了柳如烟 她躺在病床上 几乎没有受伤 但柳妍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给医院的领导打了电话 一个人走进停尸房 颤抖着揭开白布 柳妍满脸是血 我的女孩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那 可是越擦越脏 我生气地打了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笨 连脸都擦不干净了 她的身体越来越冷 越来越硬 我才意识到柳妍不要我了 柳妍的葬礼那天 柳家并没有大操大板 夏莲和柳如烟肩并肩站在一起 她的眼泪如绝地一般 我想要去安慰她 我走到他们身后 正准备开口 却听到了他们母女的对话 那一瞬间如坠冰枯 妈你为什么要安排那件事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你差点害死我了 妈姐姐在国外好好的 为什么一定要回来 妈警察不会发现妈 谁知道你会在她的车上 而且我没想让她死 是她命不好 记住了柳如烟 是那个司机最久驾驶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是你姐姐没控制好方向盘 你也是受害者 柳如烟的声音极其不耐烦 甚至连眼泪都没有留下一滴 夏莲则一边假装哭泣一边安慰她 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夏莲安排了什么 什么叫没想让她死 思绪混乱 我想要冲上去质问他们 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 柳妍只剩下我了 我要替她找到真相 我花钱打点了一番 走进了操作间 我亲眼看着柳妍被送入火葬场的焚尸炉 看着她的肉体一寸寸被火包裹 然后消失不见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夏莲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心中充满了恨意 就像炉中的烈火一样燃烧着 柳妍永远不会知道她的付出是一厢情愿的 夏莲和柳如烟根本不需要她 甚至觉得她有图谋不轨 而柳妍也不会知道她深爱的母亲 原来有着那副恶毒至极的面孔 也不会知道她的死与夏莲有着千丝万的关系 那一刻我竟然庆幸 还好她永远不会知道 否则她会很伤心吧 时隔两个月 柳如烟再次踏进我的办公室 但这一次不适合陆园一起 而是她的母亲夏莲 夏莲身穿一件剪裁得体的连衣裙 看上去端庄大气 但我知道她的内心是多么肮脏 夏莲有些局促地端坐在我面前 声味俱下 柳如烟则是别扭地坐在一旁 八周 夏莲再一次柔声放下身段 星河 是我们柳家对不起你 让你在婚礼那天难堪 都是如烟的错 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她了 我再一次抬起毛子看向她 我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 怎么教训她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问得这么直接 夏莲尴尬地搓了搓手 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愿 星河陆园毕竟是你弟弟 现在如烟已经怀孕了 终究是你们陆家的孩子 夏莲顿了顿 看了一眼旁边的柳如烟 继续开口 星河 阿姨求你能不能帮帮我 给我们柳家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勾了勾唇 甚至觉得好像 事到如今 夏莲竟然觉得我和柳家翻脸 只是因为那场婚礼 夏莲伪善的面孔让我心里火气翻倒 我压住想发火的冲动 淡淡开口 不能 我借口去了趟洗手间 走出办公室后 我给了秘书一个眼神 转身走到监控室 监控室的画面 夏莲站在办公室的门口 死死抵住门 他一边眉飞色舞的指挥着柳如烟 一边言辞难听的唾骂着我 柳如烟坐到我的办公桌前 他熟练的敲击键盘 输入密码 打开了我的电脑 电脑里有我们录制对新项目的提报方案 这个项目是我们正在接触的一个地产开发项目 有政府背书 具有很强的规划前景 柳家指着这个项目翻盘 我原本是不打算参与的 可是柳家想要我总要推波住蓝衣板 我看着柳如烟从口袋里摸出一个U盘 快速地进行拷贝 一套流程下来 快速干脆像是早就计划好了 等他们恢复神情坐回沙发后 秘书敲响了门 听到秘书说我去开会 柳如烟松了口气 夏莲递给了秘书一个意味不明的眼神 拉着柳如烟快速离开 是的 我的秘书就是他们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 只是他们根本不会想到 我的秘书才是我安插在他们身边的眼线 我安排人故意在柳如烟面前散播项目利好信息 误导他们还有机会翻盘 又让秘书故意透露给他们我的电脑密码和早已做好的方案 而我在办公室里也早就安装好了针孔摄像头 他们一步一步落进我布局的网 等待被收割 在项目招标那天 我去现场围观 柳如烟的方案由陆元汇报 他的汇报非常成功 对我的方案进行了详细的提报 结束后 柳如烟挽着陆元的胳膊对我得意地扬了下眉毛 看起来很有信心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其实并不想要这个项目 最终的结果是柳如烟和项目方达成了一致 我假装遗憾地离开 但内心却喜不自禁 因为现金流的需求 陆元和柳家为了再次筹资付出了巨大代价 夏莲甚至抵押了家里的房产 开工的那天 柳如烟 夏莲和陆元刚刚捡完彩 施工现场就被叫停了 大批的群众涌了上来 将他们直接围堵在现场 还来不及报警 三个人已经被拉扯的衣衫拦褂 面色惨败 直到政府工作人员出面干涉 群众才停止了过激行为 夏莲被吓唤了 柳如烟更是有着流产的迹象 陆元非常着急 他一边搂着柳如烟一边呲牙咧嘴 咆哮着质问执法人员 为什么停止了他们的施工 执法人员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了原因 夏莲直接晕了过去 柳如烟的腿间流出了鲜血 早在前期调研时 我就发现了那个项目的问题 只是柳家太想翻盘了 以至于在考察项目时 根本没有下足功夫进行研究 而我故意散布的错误消息 让柳家更加确信 那块地皮是政府的拆迁地块 却没意识到有很多钉子户 在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项目方强制拆除 如今连赔偿款都还没有协商完 而项目方提供给柳家的所有材料 从最开始的土地规划条件 到后续的动工许可证 全部是过期伪造的 如今项目方早就拿着资金跑路了 柳家彻底完了 因为夏莲将房产全额抵押的原因 抵押公司的人强制清退了他们 陆元别无选择 只能带着夏莲和柳如烟 住进了曾经柳如烟给他买的小公子 此时柳如烟已经怀孕几个月 他承受不了这样的苦 而本就心烦意乱的陆元 更不会照顾一个孕妇的情绪 两个人吵架不断 直到一次相互推荡时 柳如烟意外摔倒在地 去到医院里胎儿没有了呼吸 柳如烟彻彻底崩溃了 我赶到医院时 夏莲正在病房里狠狠地捶打着陆元 骂他是废物 看到我来 柳如烟脸上露出喜色 夏莲更是紧紧抓住我 生怕我离开 而身后的陆元一脸愣住 柳如烟声音颤抖着请求我 说自己错了 希望我们和好 我恶心地将夏莲推开 快步挪到离他们两米开外 地旁的助理从背包里拿出试巾 我一边擦着手一边说道 地方真是脏得不行 柳如烟的脸色时而红时而白 眼底逐渐泛起憎恨之意 陆元紧盯着我 目光愤怒的星红发亮 我和助理简短交流后 让他先回公司等我 待助理离开后 陆元突然像风了一样 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 不过下一秒陆元就被人踹倒在地 是警察来了 我报得紧 我拿出那天办公室的高清监控 指控柳如烟和夏莲盗取商业机密 并指控陆元试图谋杀 警察询问他们时 他们还不停地被我辱骂 临走前我告诉他们 柳家的公司已被我以低价收购 看着他们的模样 我不禁得意地笑了出来 老鼠注定要被猫吃掉 随后 他们找到了律师为他们进行辩议 他们试图争取我的谅解 但我多次拒绝 最后一次停前调解时 我站在他们面前 柳如烟哭着抱住我的大腿 可能是刚刚出院的原因 柳如烟看上去十分虚弱 面容更是憔悴 我皱了皱眉 想要拨开他的手 但他死死地不肯放开 星河 我爱你 你能原谅我吗 柳如烟气不成声 满含祈求之意 我摇了摇头 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扔在他的面前 爱我 就是让你的母亲 找一个人假扮我爸的私生子 爱我 就是怀上别人的孩子 柳如烟 你真是卑鄙可耻 我的话音刚落 夏莲惊恐地看着我 当初陆元是夏莲找来的 陆元能够出现在我父亲面前 也是夏莲的推波助澜 甚至连亲子鉴定书 都是夏莲伪造的 而我早就查明陆元 根本不是我父亲的私生子 为了谋夺我们陆家的财产 夏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陆元在拿到真正的 亲子鉴定书时显然疑乐 然后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让我没想到的是 往日高傲无比的夏莲 突然跪在我面前 扑通一声跪倒 我赶紧往边上挪了一步 夏莲不断地低头向我道歉 看着他和柳如烟 跪在我脚边认错的样子 我俯下身子 冰冷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你们算计柳妍 算计我们陆家时 有没有想到今天 你们准备好像柳妍偿命了吗 夏莲满脸不可置信 我勾起嘴角话顺便说一句 我是柳妍的未婚夫 我将柳妍车祸事故的真相 交给了警方 通过完整的证据链 让夏莲无话可说 那个司机是个赌徒 因为欠下巨债 收了夏莲一百万 原本的计划是 只要撞翻柳妍的车 让他伤残就可以了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初夏莲以惊吓过度 神志不清为由 并没有过度追责 司机只被判了七年 夏莲很聪明 当初买凶的证据 他掩藏得很严密 就连在狱中的司机 也为他守口如瓶 我和他们周旋了很长时间 最近心思才让司机开口 但是尽管如此 证据还没有完全收集齐全 突然间夏莲找来了路源 夏莲的眼里充满了贪婪 我一边好奇他到底想做什么 一边调整我的策略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他们母女对我的算计 就像曾经对柳妍的算计一样 我为柳妍一次又一次感到心寒 我决定把他们捧上云端 再亲手拆掉他们的台 我要让他们生命枉极 此生不得翻身 出了法院后 我终于松了口气 柳妍我替你报仇了 你可千万不要责怪我擅自行动啊 一切尘埃落定的那天 我又去找柳妍了 她的墓碑上积满了落叶 我一点一点地帮她清明 因为她最爱干净了 我捧着一大树结梗花 轻轻地放在她的墓碑前 我想告诉她 我对她的爱永远不变 眼泪汹涌而出 我真的好想她呀 我抚摸着萧染的照片 轻声呢喃着 对不起啊柳妍 我的声音越来越哽咽 柳妍我还没和你求婚呢 柳妍我说我是你的未婚妇 你不会生气的 对吧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眼熟啊 我从口袋里拿出两枚戒指 我当着柳妍的面 把其中一枚套在了无名纸上 另外一枚穿在项链上 戴在了脖子上 戒指是我和她一起设计定制的 那天我是打算向她求婚的 温暖回去以后 我大病了一场 迷迷糊糊间我看见了柳妍 这么久了 柳妍你终于愿意来看我了 漫天碎钻拼成了银河星空 蓝色花植在灯下一路蜿蜒到舞台 闪耀着繁星般的蓝色星海里 柳妍穿着她最喜欢的婚纱 缓缓地走向我 手里捧着一束纯白浪漫的结构画 我从口袋中摸索出一枚钻截 丹西跪在了她的面前 我问她 柳妍下辈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她的声音甜美动听 她说 我愿意